合成生物學是將生物科學 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暫身科學 英國倫敦的皇家科學院認為 合成生物學結合了其他領域的知識和工具 包括系統生物學、基因工程、機械工程、 機電工程、資訊理論、物理學、 藍米技術和電腦模擬等等 其中,合成生物學學家試圖創造出一種 以DNA編寫的語言 科學家將生物的DNA片段和其他片段連結 而他們每個片段都代表著個別的指示 而將它們組合起來就會成為一個程式 去指示生物細胞進行一系列的工作 這個過程類似編寫電腦程式 又或者是製造機械人 但不同的地方是 這個製成品具有生命和繁殖力的活細胞 目前,合成生物學已經在多個行業展開應用 例如農業、能源、製造業及醫學等等 在農業方面,合成生物學獲應用於植物工程學 創造出一系列聲稱能夠帶來更豐盛修成、具抗病能力 以及能夠抵抗極端或惡劣環境的全新品種農作植物 在生物能源方面 合成生物學 藉著進行細胞工程 藉著進行細胞工程 將糖、澱粉質、纖維素、農業廢物和二氧化碳中的碳分子 轉化為另一種全新的生物能源產物 例如是交通工具所需要的燃料 在醫學方面,合成生物學重整人類細胞 與人類組織或器官作另類的結合 甚至,科學家利用細菌和人類免疫細胞 轉用於發展多項針對不健全細胞和組織的療法 聲稱有助對抗癌病和一些遺傳病 除此之外,合成生物學能夠將其他生物的DNA 組成在某一個生物的DNA上 就產生出全新的DNA 當將它注射入一個已經受了人的胚胎裏 就會影響胚胎裏的DNA 因此,科學家能夠用它製造出各種地球上本身沒有的合成生物 例如是合成生物老鼠、合成生物狗隻和合成生物的牛隻 而科學家的目標是,將會製造出一種聲稱是更好的合成生物人類 感動與探索 效能夠用於一個有優質上的文章 對抗癌病酸性的上股